關心選戰很多人還更關心的是奧運 我們中華隊的表現狀況 因為我們的中華隊的這些選手 才打得太認真了 打得太賣力了 大家打開電視要看轉播 奧運轉播沒勒 以前不是三台嗎 怎麼現在轉來轉去 很多人都在問說 到底哪裡可以看到轉播 哈密 中華電視的哈密 Video 本來可以看 但昨天出現了一個 觀眾差一點要砸電視 本來麒麟佩在打的時候 突然哈密就大當機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太多人要看了 他們的負荷不夠 所以沒辦法登錄 當然氣死了 很多人還講說 如果小林之後接下了小林 我再看不到 我要衝過去直接罵哈密了 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還罵 所謂的這些方案 巴黎奧運優惠方案 60天299塊錢 還付費 後來他說未來要緩解的方法 教人一個方法 聽說好像是讓 可以不用付費都看到了 付費人就覺得 好像盤子一樣 那就有個新聞來了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教育部 有特別補助8萬塊 8千萬 要讓民眾可以看得到 但是這筆錢 其實說來有點複雜 真正拿到得標的是 艾爾達 他花了天價5億元的權利金 為什麼花這筆錢 其實一般的電視台 都不太願意去標 因為他的這些獲利 不是那麼明顯 艾爾達他願意花時間 也花了好幾年去做耕耘 他飆到了 他願意跟我們的政府 我們政府給他8千萬 然後他就分一點點 等於說代買時數 分享時數 有給他60則的新聞 這些錢就是分給公司跟華市 他們來做轉播 但有一個狀況 因為畢竟是艾爾達自己飆到了 大家覺得很重要的 想要看的最重要的比賽 當然是艾爾達 他要給付費的會員 所以在公司跟華市很多人說 怎麼老是播了一些 我不想要看的 可是到底哪一些賽事會很熱 開播之前大家都不知道 在安排的時候都不知道 誰會預測哪一個選舉會很熱 這個其實是很不精準的 民進黨立委現在就說 要設一個基金 來取得這一些轉播權 艾爾達當然他們也覺得 很莫名其妙在這一波的討論 他說要不要花很多時間來經營 他們也希望政府如果你要的話 你就出資你就去競標 其實我們看一下其他國家的例子 像港府他們多年來都是自己儲值 而且花的錢非常非常多 也是4億5億的台幣這樣子砸下去 然後在全港各個地方 直接都可以公共場合直接播出去 那這些賣場也因為這些轉播 人非常非常多 尤其疫情之後 其實疫情之前他們就這樣做了 疫情之後也讓很多的商場 恢復很快到處都可以看到人潮 他們也辦了很多什麼送消費券 抽iPhone 所以人就非常非常多 然後全港的民眾對於這個奧運的熱情 也直接崩發 而且他們拿到獎牌也非常非常多 那日本也有Tiverr這個巴黎的奧運 也是免費的轉播 平常是要收費 但巴黎奧運的期間 就完全都不用錢 那韓國也有 他有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因為是國家支持 所以國家出錢 讓全民共同來饗宴 為我們的熱情 幫選手來加油打氣 不會說打開電視怎麼轉 就轉不到 請教袁芝 我們先不講說政府有沒有補助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因為奧運熱 正在比賽 很多選手在巴黎正在 為國爭光 但我們看得到嗎 其實大多數人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有訂艾爾達 我後來都看IG 因為IG很多影片 但是都是後來 也不是即時的 對 可是我們如果 我們要打開電視看不到 我們現在很多人習慣 還是看有線電視 譬如說我看TVBS的新聞 新聞有時候會介紹哪個選手 的比賽戰績如何 他看不到他實際上比賽的畫面 只看得到照片 然後只看得到 他過去可能練習的畫面 但是現在此時此刻 在巴黎的畫面 我們是看不到 因為他對一般的新聞台 商業台來講成本太高了 對 所以應該是最好是用國家的力量 比如說五億就國家出 全民來看 對 所以我們實際上來講 這就不普及 以轉播來講的話 如果你沒有艾爾達的話 你就是看公司跟華盛 剛剛耀州已經講 其實他們轉播真的 有一搭沒一搭 就是你真的想看 他不見得有轉播 好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國家不是一毛錢沒出 我們實際上是有花了8000萬 給這個廠商艾爾達 好 我也支持 可是你給了要有效益 所以這樣的模式 我認為是不OK的 他就是為德不足 做不到半套 就是好像要 可是8000萬跟人家五億比起來 你到底要跟人家搶什麼 所以就變成 所以你分到了很多 大家不想看的 就變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今天這一屆已經來不及了 下一屆或者是說 有重大的比賽賽事的時候 政府你要想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好的方法是說普及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可以欣賞到 政府出資也不是不可以 因為剛剛耀州舉了很多國家的例子 那些國家像香港 他們就是全額政府出資 可是人家會說 這個錢很多 沒有 他們錢花下去是值得的 為什麼 因為奧運的氣氛 會感染大家的消費 然後會讓很多活動更蓬勃發展 他回收的商機是高於政府的出資 所以你這個是要去計算的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次的經驗 就是接下來政府應該想想看 如何結合民間的力量 然後鼓勵大家就是能夠普及化 否則的話其實你補出了艾爾達 然後你現在要去看艾爾達 你還要給錢 他規定你就是60天 你還要繳幾百萬 可是也不要去攻擊艾爾達 因為艾爾達也花了很多年 而且他也花了很大的成本 所以也不是攻擊他 重點是我們到底要不要政府 把這個錢直接飆下來 跟讓全人民來共同的支持 當然也有一個問題是台灣的 有沒有充分的熱情 來支持相關的這些政策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新聞說 有一位31歲的 他是男子蛙市100公尺 得到銀牌很厲害的 但沒有想到他是全職的 廣達的工程師 我一聽到說廣達工程師 這麼厲害的全職 不是Part time 廣達工程師怎麼會有空 下班不會累吧 怎麼會有體力 PTT告訴大家說 此廣達非比廣達 不是台灣人 大家熟悉的那一個廣達 但是就算不是台灣的廣達 大家還是覺得太厲害了 因為工程師的工作時間壓力 那麼大 他居然還可以拿到銀牌 他上一次在冬奧的時候 他還一邊讀碩士 一邊來拿到這個參加奧運比賽 非常非常厲害 那講到廣達 這個就是真的是台灣的廣達 台灣廣達成這個AI巨浪 傳到H100 AI的機櫃最快8月會出貨 不過不幸的是 因為今天AI這個大血洗 大血洗 所以很多AI相關的都重挫 包括我們的這個美股 美股的廢伴重挫了7% 灰達還狂蟹 台積電的ADI也敞摔 美國美股大衰退 整個亞洲亞股 都變成是一個小型的股災 但不知道會不會持續下去 小型股災會不會變大型股災 不知道 台股今天跌了1000點 這個已經是史上最大的 單日的收盤的跌點了 日股跌了將近2000點 所以相當相當的驚人 包括了美國在昨天釋出來的 一些相關的數據指標裡面 結論就是出現了經濟衰退的 這個警訊 是不是接下來會更加嚴重 以及AI有沒有所謂的拋售槽 大家都非常關切 請教兵哥 這個廣達工程師 當然他是美國的廣達 而且跟台灣的廣達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剛好叫同一個名字 他還是非常厲害 你不要忘記跟他競爭的 這些都是全職的 每天都泡在水裡面 對 全職的職業選手 他是業餘 結果人家還拿銀牌下神 他跟第一名只差0.02秒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這實在太強了 跟那個希臘射擊的銀牌一樣 希臘有個大叔 就手插口袋也不動 沒有隨便打 土耳其 對 土耳其 講錯 抱歉 土耳其大師他今天很拽 告訴大家說 我就是天生的射手 是啊 但是人家有資格拽 因為人家 因為他也是毫無設備 完全靠他的肉身來做射擊 很多人就在講 他好像是不小心剛好經過 被人家拉去射一下 就說了 沒有 大家是覺得他是殺手 對啊 然後你說 今天這個股市跌成這樣 當然很多人看得心驚驚 但是實際上大家早就知道 因為半夜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美股跌成那個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今天一定會跌 那台股其實 雖然已經創我們最大單日跌的點數 可是實際上我們跌的算少 跟其他國家日本這些比起來算少 4% 其他國家有這個接近5% 是啊 所以我們其實情況還好 但是很多人在中午以後 本來很多人看那個指數 好像開始慢慢有點往下跌了 結果後來又衝上去 直接衝破一間點 然後政府好像也沒有想要 出手干預的樣子 所以現在大家就在想說 這一波會不會延續 因為現在整個所有的 所有的利多效應 好像都沒有辦法救起來 實際上美國聯準會已經講說 他9月就要開始降息 結果還是一樣 沒反應 現在已經在猜 不是要不要降息 已經在猜是這樣一碼 還是這樣兩碼差別 不過今天晚上美股 還有很多這個重大的科技大廠 有財報了 所以也許晚上 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可能還會有一些新的措施 因為不然的話 美股可能會繼續往下跌 奧運領陽奪金 哇 我們國人很多人都紅了眼眶 尤其在頒獎典禮的時候 很多的小片段 現在大家都流行 大家來做各種的解讀 因為這感動還沒有停下來 例如當領陽跪下來 來清球場地板那一刻 我多看了一個 因為後來 王岐霖跑去打他 王岐霖跑去打他屁股 但這一幕真的是感動了好多人 甚至他用這張照片告訴大家 金牌是要送給你們的 跟他的粉絲支持者說 而李陽嗆王岐霖一句話 是不是累了這個時間點在哪裡 第二局本來看起來 第一局已經很多 第二局本來穩穩的 看起來第二局卻不太順利 不應該要拿下來 而沒有拿下來了 那王岐霖事後就說 其實李陽就嗆他 你是沒力了 是不是累了 結果反而激勵他更有衝勁 到第三局他們自己承認 體力也在下滑 但還好各種的努力跟激勵之下 拿下了金牌 那李陽現在已經確定 接下來要到國立體育大學去擔任副教授 剛剛校方也公布了最後確認的消息 希望接下來能夠幫台灣培育更多的 可以這樣在國際陽明的學生們 選手們 那當然也很多人遺憾 他真的不打了嗎 不在球場了嗎 好不容易我們有這麼厲害的金牌選手 真的對他的期望很大 至於王岐霖回歸球隊 也可能再重新找對象 一起搭檔再戰國際舞台 另外還有涉及的選手 李孟遠定向飛拔 也被說很厲害 超鬼的各種射擊法 現在看他的比賽之後 已經在8月3號29歲的李孟遠 本來他過去16歲就已經入選國家隊了 很優秀 但本來他要放棄比賽了 為什麼 因為各種的原因讓他發現說 一度要放棄是因為沒有辦法 經濟各種條件沒有辦法配合這個學習 甚至進一步的成長 年紀輕輕爽出名堂 被譽為金童 就恩師菜白生過世之後 當初唸大一 就決定休學要放棄射擊運動 有一天到宜蘭靶場去 就在這個靶場 現在還說可能會被廢掉 現在有各種的方式 可能要想辦法合法給留下來 前輩教練一直勸他 不要放棄 我們捨不得你放棄 你是個天才選手 這個所謂定向標靶 可以像你打成這樣 所以很多的支持者 包括有一位薛小姐 還每天打電話鼓勵他 幫助他 所以才讓他終於重返賽事 這一次也在奧運上面發光發亮 先講李楊吧 李楊28歲 王麒麟29歲 都是1995年出生 但是一個月份的關係 所以李楊還稍微比王麒麟年輕一點 而台灣的羽球一哥 周天成34歲 也就是說 他也好可惜 我也看到他比賽 對印度的選手 就是沒有晉級到四翔去 但是實際上你們發現 李楊的年紀算是最輕的 可是他卻是最早一個 要說出來要去退休的人 當然我相信他也有 他個人的人生考量 人生規劃 其實我都非常尊重 雖然覺得可惜 但是也是祝福 只是說 希望他之後轉為教職的時候 能夠把他的精神 跟把他的能力 傳遞給更多我們的選手 因為這個才是真的 最有意義的事情 傳承 而這次的麒麟 在奧運發光發熱 我覺得不只是 我們看得很興奮 其實他們的家人 也是非常的緊張 像是李楊的父親 為了看到李楊的比賽 親自坐飛機到巴黎 去見證李楊的最後一役 然後過程中 現在不要說機票花了 9萬多元很貴 因為他父親不會講外國話 外語不好 英語法語都不行 所以他整個轉接過程 發生非常多的狀況 還要靠別人幫忙 才能夠順利的到達法國巴黎 看到他兒子的最後一場比賽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讓人感動的 因為我要知道 一個運動選手 他能夠發光發熱 他背後一定有一個非常支持 他的家庭 不管是父親或母親 但是我覺得光這個還不夠 還是需要有政府的部門 能夠來協助 我就舉個例 李孟遠他拿下台灣 第一面射擊獎牌 我們大家很高興 但是問題是李孟遠大家不熟悉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我們會拿羽毛球 在教室走廊公園打羽毛球 大家有看過 有人拿現彈槍公園練習射擊 只有川普的造勢場 誰會看得到拿現彈槍練習 對 但大家知道射擊跟馬術 包括高爾夫一樣 都是相當不便宜的一個運動 貴族運動 對 很簡單 像李孟遠他練習的項目 叫做雙不定向射擊 也就是說兩個泥把飛起來 碰碰開兩槍 光這個動作一次大概就是五十幾塊錢 一次趕快貴五幾塊 但他一天只要練習一百次 就五千塊 而且一整個月要練習多少次 這全部很貴 對 這是一個算是昂貴的練習項目 他跟空氣槍不一樣 他是實彈射擊 那都很貴 還不包括槍制的購買儲存保養淘汰 以及場地使用費用 這一般人原則上是打不起的 要不是因為孟遠他的父親非常支持 硬去做這個動作 老實講孟遠現在是沒有機會得牌的 沒錯 而且跟各位報告下 更尷尬的是 台北市居然還沒有飛把射擊場 沒有 所以他要嘛就是去宜蘭的四方林 要嘛就是去林口的公西拔廠練習 他只好車程單趟起碼都一小時以上 來回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今年累月的努力 換取現在的結果 我們雖然很高興 但是我老實講 真的是辛苦了這個選手 以及他所有的家人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爭取 希望台北市裡面 自己也能夠設立一個 合法的飛把射擊場 讓我們的選手 能夠有更好的環境 更好的資源 來做相關的訓練 我覺得這是國家的責任 也是市政府的責任 好我們來看看選手的故事 在跳水的部分 有一個好萌 全紅蟬真的是很萌 他跳水無水花的 這位中國跳水選手 這第一陳玉璽 在全紅蟬出現之前 他永遠都是第一名 有了他之後 兩個人互拿一二 有時候他換第一 這兩個人 雙人跳水 拿下了金牌之後 居然有一個 自稱天金首富的白髮老翁 突然公開說 我要把你來 招你當我的兒媳婦 但是你有個條件 必須要我兒子打你 都不還手 天哪這什麼話 立刻被連上 人家的榮譽是 金錢買不到的好嗎 人家花了多少的努力 剛剛看到的 他的訓練項目的 每一個環節 都是苦苦的訓練而來的 每天非常嚴苛的訓練自己 就是為了能夠在比賽上面 脫穎而出 這個訓練的強度 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辦到的 所以全紅蟬的姐姐弟弟 也都是資優的選手 跳水選手 未來也可能跟他一樣 在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但因為家裡的家境都不是很好 都需要很多的資助 訓練才有辦法走到今天 因為他太可愛了 所謂的松石式的廣州風格 那又很喜歡這種娃娃 所以到每次比賽就有 哇 下棋娃娃 與台上丟了很多娃娃 他就感覺很多人形容 他不是來比賽 他是來進貨的 你看 去娃娃機進貨 這麼多人送他的娃娃台過去 甚至把醜魚脫鞋 穿出一個新高度 國際上看到他各種鬆弛感 廣勢鬆弛感 無人能敵 外媒訪問他 都自己笑到不頂不頂 所以像這樣的 十米跳雪的決賽 被瘋傳的絕技 各種影片裡面告訴大家 他怎麼拿水平蹲 怎麼刻苦的練 怎麼給自己磨難 才有辦法走到今天 當然權宏禪他是 算是中國大陸一個 傳奇跳水選手 我是為什麼說傳奇 他才17歲 可是他上一次 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創下一個史上史無前例的 就是每次跳都滿分 好強 三跳全部滿分 所以連他們 他的上一代的這些所謂的 拿過很多面金牌這些好手說 這個太厲害了 就說他是天才跳水選手 當然他紅了 因為他就是那一次 一次成為全中國大陸偶像 偶像級的跳水選手 當然就會有很多他的故事 比如說他說 他是出生於廣東的農村 他為什麼要加入跳水隊 為了要賺獎金幫他 給媽媽治病 對 跟媽媽治病什麼的 就會說他很孝順 不過最近有一些網路上 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比如說這個老頭 什麼 這個很奇怪 老實說 現在全紅殘不缺錢 那你說什麼 怎麼會加一句什麼 希望我兒子打你的時候 你不要黃 這句話 會讓大家覺得 就是在趁熱度而已 可是像全紅殘 他最近他的家人 接受媒體訪問 他是直接講的 因為外傳他的累積 就是他出道 他出道大概已經10年了 這10年以來 他累積的獎金 大概已經破千萬的人民幣 但是他的家人說沒有 而且他都 就是說他有多少錢 那個家人是不會去用的 所以他就說 但是他確實改善了 家裡的生活 我覺得這一家 算是很低調 而他的弟弟妹妹 也都參加了跳水運動 我覺得我們就拭目以待 會不會有這個 以後姐弟合作 不過現在國際的賽事 奧會的上市裡面 大家非常高度關注的 就是我們的全級選手 林玉婷 到底他的爭議 現在很多的各種說法 都有跳出來 國際的權總 昨天開了一場記者會裡面 他其實有講到跳針 完全都沒有證據的 一個情況之下 那有60家的國際記者 將近三個小時的記者會 落得一場空 這個在現場裡面 有辦這樣的一件事情 大家會覺得很離奇 8月5號的時候 那個記者會 昨天大家看了三個小時 都沒有講到重點 那他們的國際權總的主席 還有包括執行長 都說林玉婷跟克利福 在他們的基因檢測裡面 跟女生就是不一樣 講得這麼具體 但記者不斷的問他 不管是台灣記者 國外的記者 國際上所有權威的 媒體的記者連番問他 他說對不起 我就是沒有證據 而且我不能公開資訊 因為相關的規定 我們不能透露他們的證據 很多網友就說 那我也可以說 你這個總主席跟執行長 你們也都是女的 但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國際所有權威媒體都說 這是真糟糕的一場記者會 荒腔走板 不知道在講什麼 莫名其妙 三個小時大家等那麼久 結果後來發現 都是一場工 非常非常烏龍 史上最糟糕的一個記者會 那奧林匹克現在也是說 他都符合資格 我們現在就是符合資格 然後包括2023年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市井賽 就有討論過他到底 性別上的爭議是如何 中華民國的拳擊協會說 等到IBM 這個國際拳擊的總會 完整的報告下來之後 再進行後續的 可能的申訴程序 IBA就稱說 他從來都沒有申訴過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永平委員 這個事情為什麼會在奧運的時候 爆發的源頭 就是昨天開這個記者會 然後讓大家覺得 不知所云迴避重點 甚至基同鴨獎的Krymulev 就是現在的俄羅斯的會長 這個俄羅斯的會長 他是先對俄羅斯通訊社 去指控這次的奧會 說你這個奧會辦拳擊賽 有問題 你讓身分有問題的人去參賽 那是這樣子才被西方媒體引述 然後被西方媒體引述了之後 才釀成了很多知名人物 包括J.K. Rowling 寫一大堆東西 然後才鬧得這麼大的 是這樣來源 所以關鍵就是這個Krymulev 好 這個Krymulev 為什麼要對國際奧會發動攻擊 是因為這個IBA 就是國際的拳擊總會 本來拳擊賽是由他們所舉辦 可是這一次國際奧會 特別把他們舉辦的資格取消 然後由國際奧會自己辦拳擊賽 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個IBA 出了很多的醜聞 這裡頭有醜聞 有他的財務不清 有裁判不公 甚至好像裁判都勾結起來 然後把誰做掉 甚至還傳出 因為這件事情有地緣政治的糾葛 因為傳出Krymulev 跟俄羅斯普丁關係非常的好 這次奧運會不是抵制俄羅斯嗎 對不對 所以他也很不滿 可是這裡面西方的國家 又認為說 他跟俄羅斯普丁的關係太好 所以他們有拿什麼一筆錢怎麼樣 所以他們本身有繳入地緣政治 我們的林玉婷簡單講 就是一個犧牲者 好 那這個犧牲者 他們當時說 他做了一個基因檢測 可是第一個 現在在全世界的 所有體育的單向協會 不管誰主辦什麼賽 主辦什麼市井賽什麼賽的人 都沒有提供出來基因檢測 就是他不是一個被國際承認的檢驗方式 而且他們就去問這個IBM說 那你檢驗方法怎麼告訴我們 他提不出檢驗方法 他不是不提出檢驗結果而已 他連檢驗方法也提不出來 所以人家當然覺得說 你這黑箱作業 你去指控說這個有問題 可是你完全我們不知道 甚至你拿出來 你可以取消人家的一個獎牌 你是不是要有更好的部分 那更扯的是昨天終於這一場 他又遲到態度又惡劣 然後讓記者等很久 記者會終於暴露了 他全部在搞政治 那個台灣的記者不是去問他說 這個林玉婷的問題嗎 結果他竟然怎麼回答 他說我熱愛中國 我非常熱愛中國 然後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莫名其妙 你回答這個事情 那這裡頭我覺得台灣 唯一自己很需要檢討的 就是體委會 體育署 就是在林玉婷 第一上一次市警會的那個銅牌 去年的時候 被取消的時候 當時體育署還發布一個說明說 他們找了醫生 找了很多專業人士 來認為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會對IBA提出申訴 結果似乎並沒有提出來 因為現在他們就 這個Krumlev 就以台灣 就中華民國 並未對他提出申訴 來認為說 我們跟林玉婷心裡有虧 可是並不是這樣 那並不是這樣 那我們的體育署 為什麼沒有做 我覺得事情鬧到今天 可不可以拜託體育署 出來說明一下 去年他們到底怎麼處理了 這個流程跟爭議 把所有的資料都公佈好不好 至少 人家現在拿出來說準 對 至少不會讓我們現在陷入 好像又變成 各說各話的羅生門 還有這件事情大家覺得非常離奇 台灣現在進到鬼月了 難道在法國巴黎 目前也是鬼月嗎 昨天這個男子的單槓比賽裡面 前八強全世界最頂尖的八位高手 單槓的表現居然八個人摔了六個人 整個過程大家嘖嘖撐起 那麼的邪門 那我們拿到銅牌的唐嘉鴻 直接講說真的很邪 怎麼可能大家都那麼厲害的人 會摔了六個人 那更離譜的是 他本來是第一個上去 他上去摔下來之後 他覺得大勢已去 大概沒忘了 但沒有想到 後來眼看的日本的哥倫比亞 他們都完賽都沒事 心裡更是量了一大截 就沒有想到開始 從賽普洛斯開始 每一個人都摔下去 摔下去之後 沒有想到他摔得比較沒有那麼慘 所以他拿到了第三名銅牌 跟中國的選手並列在第三名 這個故事給了很大一個啟發 就是你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也不可以輕言放棄 一定要好好的 如果他摔下去之後 就跟教練說 我就把他擺爛了 那可能就沒有銅牌了 沒有想到教練給他一個眼神 請他堅定的做下去 就拿到銅牌了 所以教練說 今天失敗了之後 不能不做完 而且或者是隨隨便便做 都不行 一定要認真的把它做完 他覺得唐嘉鴻在他心目中 已經拿到金牌了 你正當以為單槓的時候 有撞了很邪門 但沒有想到平衡幕摔得也蠻多的 八個人進到決賽了 也是世界上最頂尖的八個人 摔了這四個人有失誤 美國的選手說 主要是很奇怪 別的場館比賽 別的項目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鼓躁 不知道為什麼平衡幕 可能大家心裡會怕影響到他們 異常的安靜 導致選手在場中 只聽到自己心跳聲 格外的緊張 所以每個人很多人就摔下去了 他說太安靜也不行 太吵也不行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看到奧運 有這個瘋狂抖內臺灣的乖孫 因為有這個前總統的幕僚 范剛浩他在臉書說 我們有一個乖孫子金孫 桌球金孫高成瑞 他負了全民的眾望 而且他成績進步得很快 那現在有幫他募資這個協商的募資 募資的金額是可以希望可以募到 三百多萬元 讓他有更好的一個發揮 但我們也會納悶說 如果他的成績 已經從兩百多名 跳到前幾名的話 那為什麼政府不重點投資他 好好的把錢壓住給他 不用民眾來募資 是不是有一個更好的機會 更好的方式 請教平哥 昨天這一場真的是很詭異 因為那時候 我剛好在上通告 然後我也在看一些 因為他當時正在比賽 然後結果他才剛上來 因為大家本來都對他寄予厚望 覺得他是有機會奪牌 結果沒想到他第一個上來 第一個去吊槓 後來就想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子 我想當時 你想想看我們在旁觀者 都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他心裡頭受到震撼 應該可想而知 準備三年 結果一上來吊槓 結果他還是咬著牙 把所有的動作做完 而且動作做得不錯 所以後來沒想到 就莫名其妙就發生了 後面一連串的吊槓 這個實在是太神奇了 這場地沒問題嗎 這個很奇怪 我昨天聽場邊球評說 可能燈光太亮了 燈光太亮了 對 因為他連大陸的好手 其他幾個好手 都掉 他下來的時候都落在 他沒有預期的位子 下來都摘了 日本有一個還摔到臉 很慘 所以唐家瑋說 跟其他人比起來 他算摔得比較輕微 對 他只是掉下來 他相對沒那麼慘 所以我覺得到後來還是能夠 保住這個銅牌 真的讓大家覺得 不過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他是堅持到最後 把所有的動作都做完 你就算以 就是整個評比來講的話 我們以摔的這不算 他也是勝過其他的這些選手 他才能夠變 就是才能夠拿到這個銅牌 所以當然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 但如果他不摔 也許就非金擊銅了 非金擊銀了 這一場只要不摔就贏牌 基本上就是 起碼 起碼銀牌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講 那平衡幕那個就更奇怪 平衡幕那個應該跟燈光 就沒什麼關係了吧 他說太安靜過頭了 然後一直聽到自己 嘣嘣嘣嘣的心跳聲 我覺得這應該是 這位選手自己 他可能壓力很大很緊張 然後他又全神灌注 所以就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我看到有些比賽 比如說羽球的 大家嗅得好吵 但是比如說這個跳水的 大家都屏息一帶 完全都沒有聲音 然後平衡幕也是屏息一帶 都沒有聲音 對 因為體操或是跳水這種 就是大概都靠那種 一瞬間動作完成 你如果太吵是 很容易造成選手失誤 所以大家通常 在看這種比賽的時候 不至於說 羽球也會造成影響 可是羽球為什麼 大家不克制 但是因為羽球 他是不斷在這種 而且他跟 人家是正在平衡幕跟跳 他是站在地上有吵 還是不然 太安靜也不行 太吵也不行 對啊 你如果打羽球的時候 旁邊都沒人講話 你會不會覺得怪怪 那我們金孫募資三百多萬 我覺得其實本來 這表示台灣的熱情 台灣 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 台灣每次只要有 這種募款的活動 如果是大家覺得應該的 哒哩巴哒一下就打標了 三百萬其實還滿容易達標的 是 非常快就會達標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台灣會需要這樣做 我們在體育花的錢也不少 而且他是國家栽培的選手 不是嗎 而且他不是沒有成績 他是成績卓越 那會找不到贊助嗎 或是國家沒有辦法 給他一些獎助金嗎 我覺得這個應該 大家都要去好好思考 我們的體育署到底在幹嘛 他論的事情 我們看到中國的選手 這個很多的故事反映出來 白人是不是對我們東方人 尤其是像中國已經 滿優秀的選手 依舊有非常嚴重的一個歧視 大陸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勇將潘展樂 在比賽之前 其實大家沒有高度看好他 雖然他其實在大陸的時候 成績就已經不錯了 但是沒有想到他居然在 美國人稱霸了數十年的 自由市一百公尺裡面 居然奪得金牌 成績非常非常困難 亮哥給他的評論就是說 這個含金量非常非常高 很難超越美國人 也因為這樣不斷的被檢舉 所以他整個比賽過程當中 居然被藥減高達二十九次 懷疑他有用藥 那你減個兩次三次 那也就算了 怎麼會整個奧運的比賽 要減到高達二十九次 但是但沒關係他說無所謂 因為我就是憑自己的實力 他說五月開始到七月 奧運之前就已經做了 二十一次的藥減 從來都沒有出現問題 那為什麼要藥減這樣呢 因為西方人這些白人 包括美國的傳奇勇將 菲爾普斯都直接告訴大家 這個100公尺游46.4秒 這個是我這輩子 在植牙生涯裡面 從來沒有看過的 對 因為他破了世界紀錄 他們認為這個是人類做不到的 就人類做不到 對 但是人類做不到 問題是潘展勒做得到 所以他們不服氣的結果 就是想不出來 潘展勒還講 他說像美國的這些選手 其實澳洲的選手 都不跟他們打招呼 然後美國選手 還故意把這個水花 在練習的時候 見到他的教練身上 就擺明是對他的一種歧視 那當然也有另外一個 我們也不要小看人家 銀行大陸 這個大陸有個銀行OL 平常辦公室 都是做這樣子上班的 突然有一天跟他的長官說 我要去參加奧運比賽 他的主管說 你跟我講阿嬤生病 阿公生病 我還可以接受你說 參加奧運比賽 結果沒有想到他是真的 而且他很厲害 他兩年來 每天早上四點 四點起來跑步 然後還正常上班 就像一般的上班族一樣 你看他多厲害 然後兩年累積了十萬積分 等於說在兩年之間 他跑了五千公里 他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他主管說 我以為他跟他開玩笑 沒想到是真有其事 請教兵哥 其實潘展勒這個東西 他們到最後還是很不服氣 因為他後來就是 就是一百公尺混合式接力 他最後一棒 然後整個逆轉 然後羅勝 你知道他逆轉這一次 比他在一百公尺 他自己自由式的時候 速度還要快將近半秒 再更快 對 更快 等於又打破一次世界紀錄 美國人就瘋掉了 是 真的是美國人瘋掉 因為美國人幾十年來都第一 崩潰 幾十年來 然後就一次性的 而且我看他們那個接力賽 四個人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穿那個紅袍 戰袍 剛剛威風凜凜的這樣 而且潘展勒那一次的接力賽 還是原本他們已經落到第三 他超越前兩個衝到第一 他最後一棒整個拉 都完全靠他一個人 太可怕了 所以這真的很厲害 所以難怪澳洲的教練 直接講說 這不是人類可以做的 對 直接這樣 但他們以前破紀錄的時候 也沒有人要他們藥檢 問題就是他做出來 我覺得澳洲這個教練 你這樣講 那萬一將來有一天 有個白人游得更快 你怎麼辦 藥檢 所以他是妖怪 就是這樣嗎 我就覺得人家 已經被你藥檢這麼多次了 你們如果要指控人家 可以 可以拿出證據出來 那實際上 你們這一次 所有美國的選手遊玩 每一個都變成紫色的臉 大家都在講 你們是不是有一些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要做得這麼難看 那我老實講 就是 這一個OL 實在是太厲害 你知道他厲害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已經 第一名 對 他積了10萬積分 他那10萬積分就是 你每天至少跑7公里以上 7公里 對 7千公尺 對 7千公尺 每天 你說他當然閒得沒事 你是職業選手 7公里不算什麼 他要上班 他每天要上班 他要花這麼多時間去 他準備了三年多 才終於達到這個成就 其實 因為我每天也在走很多路 如果是這個 我也可以去報名一下 去參加一下奧運 雖然不可能會得面 那你要從現在去統計喔 兩年後我們看你參加了 我應該要把我的紀錄解釋一下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